嗨 嗨 事官 對呀 在這裡 聽不懂我講話 聽到 聽到 因為我就坐近了那個規模 是 應該就很強烈了 就是那個發射很強烈 但我以為你想做節目的意欲很強烈 我又是 都是是不是 前兩天我就在這個國有國雪說了一個話題 是 她回應都很好的 就是食環豬做什麼要去拘捕那位七十歲的婆婆 這個婆婆最近又有很多新聞尾出現 原來她是自力更生 不喜歡拿公園 她有癌症又有電療 那次有六個人一齊來拘捕她 因為她只是受了她那些支盒 她是拘捕者來的 借受了一元拉了她 還充公了她的車仔 因為她的車仔是借回來的 要賠三百元 兼她的袋子三十四元 就將那三十四元交給警署 拿了她三十元做擔保 然後四元給她坐車 那七人還跟她說 有兩年老兩元就夠用了 坐到車了 她不知道原來坐車兩元是上不了車的 要用卡的要用那些把達充卡 兩元才可以用的 那現在我就在那個節目上問大家 為什麼食環處這六位哥哥姐要去拘捕她呢 那麼多人不拘捕 那麼多人不拘捕她又沒有 不是很嚴重的犯法 一要告她左階又告她小販 還要這樣租賜婆婆呢 七十五歲了 又不拘捕她了 為什麼妳說的呢 喂 學葛珮凡 葛博士說的 就是錯就要認的了嘛 犯法就是犯法 蛤 我沒有說她對 是犯法就是犯法的啦 你無論怎樣犯法都是錯的 就是要嚴厲執法嘛 阿婆 阿婆錯什麼呢 次官 她是 她說 她一元賣紙皮的 如果她賣的是五千萬她沒事 或者是四百萬英鎊都沒事的 我又覺得法律不愛人情 很多時候在香港很多人呢 當年還有很多警察拘捕小販的時候 都要看那個情況 哪些小販拘捕的時候會有危險呢 就是因為她推著一些熱油 通鑑桂的時候有危險 警察都不會追她 為什麼呢 免她那些熱油錄親 是 那些逗人 那就不知乎有時候呢 就看到一些擺一公擺一婆呢 就實慌的啦 也不會真的拘捕她 因為呢 覺得呢 他們身世都可憐 做什麼事是不是要交高頭 交高頭都不找過阿婆來開刀啦 就是這個東西呢 就使得 大碼不解 對 就是這樣說 就是禮拜日呢 禮拜六天呢 其實兩天呢 你出銅鑼灣呢 譬如唐街呢 你會見到很多印傭啊 印尼姐姐呢 在那兒擺街的 什麼都賣這些大爛餐的 就是譬如她的 隨便家裡煮的東西拿出來啊 或者是洗流水啊 護髮素啊 食物啊 衣服啊 但是呢 食環處是不會去執法的 他們就無牌啦 你不要跟我說 你外傭在香港是可以做小販才行的 是 食環處是一個很奇妙的 解釋給這些記者的說法 就是呢 令人呢 提銷皆非的 你知道呢 旺角呢 旺角你很少去啊 我經常知道 旺角呢 就有一些呢 老友呢 就擺了一些椅子 在門桌那裡 就收購一些舊電話 或者舊電器 是 是的 是的 那他們有很多記者 問那些食環處 做什麼事情 你不干預他們啊 不拘捕他們啊 嗯 食環處呢 打風很妙的 是 他們不是回來的播 咦 他們不是小販來的 是 小販的定義呢 就是收人錢 就是為小販 他現在收人家那些舊的器材 他給錢人喔 他不是小販來的 哦 哦 奇怪了 這個 這個呢 這個呢 買賣這個界定呢 definition呢 我都很惆怒 更惆怒呢 就是這班老友 這六位 大哥大姐 他明知道香港呢 很多這些 天眼啊 很多人 很多Facebook啊 很多 這個 網上的 評判 都會講到這件事情的 為什麼 為了一萬 真的 作 犯賤這個 擺火呢 真是令我不明白 真是 到現在想不明白 是不是 香港去到這個階段呢 事官 你在加拿大就好了 你又不需要對著香港 就是說 在香港呢 你不要這件事 你天天走出街呢 看新聞也好 走上街也好 荒謬的事情就太多了 這件事 其實 一件事而已 我覺得 不是交quota quota 怎麼會欠你一單半單呢 食環處要做事大把 說真的 我覺得 說到底是什麼呢 是有權用盡而已 他有得用 而對方 是一個 沒有辦法還擊的人 老實說 你銅鑼灣 你落到街 多少有地產商背景的 那些電信公司 寬頻公司 他們擺光 那他們就阻街 食環處不動他們的 是不是 或者你大陸人 你看一下 我都說出七個iPhone 你留意 欺慎那裏 不是有個Apple 就變成華強北路 你說收電話那些 就是他拿一件東西 實物 他給錢給你 是不是 大陸那些是怎樣 華強北路 變成華強北路 變成華強北路 他直接打開行李箱 你選擇 然後他給錢 倒轉 是買那個人給錢 而賣那個人給貨 真是傳統交易 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 你不去捉 食環你為什麼不捉 我大把照片 我拍下手機裡面 我大把 是啊 是咯 我就大話不解 如果你說 你說 這個心理 你是心理學講的 這個 用權 用盡 這個人 尤其拿著雞毛 當令箭 這個心態 真是可能 會發生 我就不敢一定說 他一定是這樣 但是 沒有其他解釋 我想不到其他解釋 我也想不到 是啊 我徵求聽眾解釋 很多都解釋得到 找事做 找事搞事 就是 遺恐天下不亂 很多都是這樣解釋 但是 看到這個 只有增加香港的怨氣 就不能夠使得香港是一個 我又用這個字 你不要介意 維穩 是 是 實在 實在 還要維穩 你不能夠使得香港有一個感受 動亂 民怨佛騰 現在呢 現在這件事 真的是民怨佛騰 我想700幾個香港市民 包括 人們的心裡 都應該 照氣不順的 對不對 就是 你吹到啤一聲的地方 就是 你一個老人家 你趕盡殺絕他來做什麼 就是 你看這件事就是 你香港的安老政策 政府是完全廢的 完全 就是 退休保障可以說了幾屆都沒有 然後 現在即將上台的林鄭 說 找了周教授做了那個 關於退休保障的諮詢 然後 選的時候 把他推出 但周教授說 沒有 我做了這些事之後 她完全 當透明 她完全廢了 但她又說到好像周教授 很承認她的 付出和努力 調查方向 各方面 就是 你沒有老人的福利 你沒有退休保障 現在那些老人家 她是 用她整個青春 整個 年輕 年輕力壯的時候 她是貢獻了給這個社會 但是沒有 現在一點都沒有 是沒有東西給他們 然後 也不僅 還要是 她自力更生 她滿身病痛 連個女兒也有病 我印象中說 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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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她自力更生去賺錢 只不過是有個菲傭走過 想要 那她說 一元 這樣 象徵式一元 她每一張紙皮親手撿回來 但是 是的 食環村你說 喪盡天良到什麼地步 就是你有什麼人做得出呢 說真的 真的 有六個人一起買圍魚去拿 哎呀 真是 人家覺得這個香港 這件事 不是香港 七百萬人的事 我看 全世界都會有人說 這個新聞 是啊 香港的魚 真是 慘慘的 我想國內 那些老友聽到 都不分的 這些真是 真是 真是相牽來理的了 我不知道 後面 那個原因 真是原因 除了是 拿著雞毛莊 甚至這個心態之外 別無解釋 是 別無解釋 但是雖然這位不拒 但是有一點就拒一點 什麼呢 就是 終審庭的法官 就 判辭 就判 這四位 其實兩位 一上訴 一位就是 以前的政務市長 許先生 一位就是大有錢人 曾經 這個國事家族 是香港首富 對 回到赤柱 重申 那 這件事 我覺得 很多人都講過了 但是我想 和大家研究一下 和法庭的判辭 其實就是 一個社會聲音 一個交道社會的 一個好的聲音 這件事 搞到我們一些什麼呢 稍後再講 它牽連到其他 這個 五千萬英鎊的問題 稍後再講 不是 四百萬英鎊 五千萬港幣 五千萬港幣的問題 是的 我們先講 這個聲音是什麼 你聽到是什麼聲音 你說那個案子 是 你說那個聲音 就是那個案子 是 是 聽到嗎 就是那個案子 是 中審庭 給了一個聲音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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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香港這個社會 當時燈聲 燈一燈光 你覺得這個 是 是 就是 還是堅持 香港的法治 還是獨立 還有 更加重要的是 如果他在職的時候 收了這個錢 工職人員 是 是 就是 肥龍 我記得 許先生 明明 我叫老許 老許 老許 如果收了這個錢 是要進去的話 上訴庭 判了這樣 有一位姓梁的 沒有什麼人 叫他老友的 那個人 他都很嚴重 說真的 因為 這傢伙 地位超然 我們知道 超然 於三權之上 但是 他在就任的前後 他合共收取了 四百萬英鎊 折合 港幣 等於五千萬港幣 除了上述 他承認 這位地位超然的梁先生 除了這件事之外 他也有可能觸犯了什麼呢 就是這個 防潰條例之中 代理人收受利益 是啊 我先根據余若薇大律師 他在首個節目裡解釋 我看一聽之後 覺得很硬 第一 原來 這個行賄者的公子 真是有錢 第一 他這筆錢是尾數 尾數 就是之前答應給他的錢 不過現在還沒給完 這樣說 第二 他說 這位老許收錢之際 還沒上任 還沒做正 他那時候是一種行賄 大律師說 解釋得很清楚 無端的事 做什麼 你離開那個職位 離開那個職場 為什麼你的東主還會給你尾數呢 你都不做了 不是東主抄你尾數 是你自己辭職 做什麼你還要收取尾數呢 第二 即使不是在任 就算你還有些時候才上任 但是給了這筆錢之後 直接就是黃金枷鎖 這個黃金枷鎖 就說洗到受賄者 就是老女 就利用他的職權 對這個機構放生 或者懲鮮一些 還是說 懲鮮一些不需要實際有正有據 你這個收受的行為 本身就是有這個企圖 就是有這個行為和庇會的企圖 這個仍然是落罪 這個聲音真的很重要 是的 李皇 我們將來請胡法官來解解 可能他解得更加不妙 胡法官現在好像忙著做瑜伽 他忙著拉三驚 哈哈哈哈 他那次參加一個公開活動 他講了一句 是好笑的 即是很幽默 但是同時也是很悲哀的 即是 我想真是英式幽默 我們叫做 即是黑色幽默 但是是戳著痛處的 即是他說 在香港有真普選的時候 他相信應該做到 投倒立 這樣 哈哈哈哈 這句是意味深長 意味深長 真是 什麼叫做 要戳清楚味道 即是 這些人說話有智慧 就要戳的了 即是等於以前那些高僧 說不計 就不是那麼容易明白的 要戳的 沒錯 IQ 就像我那樣 IQ 我都戳很久 要想 是 那個 勤前的意味 意味 你別以為做公職人員 是可以 收受一些 被證明到 是有作用的 有貪污作用的利益 這個不一定要銀子 其他關係 其他有型 也都是 就可以過骨 原來不可以的 因為你權力越高 你所負的責任越大 你是應該 公正賢明 處理你的公報 這個正是 你向全鄉七百幾萬人負責 的一種責任感來的 人家信賴你 而你呢 雖然 罷了 這個 這樣的信賴 這個呢 是應該有罪的 你覺得 是不是呢 我覺得 什麼時候下鑊 就真的看 這個大灣區的發展 發展 是嗎 如果大灣區的發展 是好的 這樣 還有所用的 這個人 那就 暫且 留你一命 就是 共產黨做事 和民免佩的 是不是 那就看一下 你的貢獻 就是留住你的小命 讓你 仆心仆命 到有一天 你的價值盡的時候 你就可以隨時下來 其實你看 你看葉劉 這麼多年 是嗎 為國為黨 做了這麼多事情 還有 曾鈺誠兩兄弟 大家都明白的 其實 不用說太遠了 講眼前 剛剛發生的事 是 是 你呢 我和你 有少少不同 我呢 就另外一個想法 是 你那個作用呢 我就看這個 殺這個雞 能否做到 他的心理 你知道 現在雷厲風行的很多 高級到 這個 解放軍 第二 都不是參謀 都不是參謀 是率軍來的 是 第一號 第一號 軍委會主席 當然是習老總 第二號 那位 軍頭 徐才厚 徐才厚 沒錯了 徐才厚 不在了 你知道 他落出地府報導的了 次官 是啊 這麼高級的將領 都一樣呢 受到 這個 調查 相規 還有呢 差不多定罪 因為他 幸好 白劇 拜拜 要不然他都要 捱一捱認罰 是不是 所以呢 現在這個世界就是看你擺那個堆 那個堆會不會利用你 或者利用你來殺雞儆猴都未定 我覺得呢 等於呢 坐在一隻 非常不動的擺動的船裡邊 都不知究竟什麼時候過來 那把刀呢 好像江澤民所說 懸掛在你的頭頂上 嗯 嗯 一死完都不知什麼時候 醉下來就拜拜 嗯 所以其實 現在是根不如死的 在個心裡裡 不是說你做好呢 可以逃過這一劫 所以我覺得呢 那些 你的命仔呢 那個 阿梁生的命仔呢 邊緣在 有力人士的手中 什麼時候要你死 你就要死 什麼時候要你生就生 但是最後最後呢 中國歷史裏面 這麼多這樣的同類人呢 最後的收場都是不好的 當然啦 當然啦 是 雙央也好 理師也好 到最後是自己害死自己的嘛 哦 我呢 我呢 我跟你呢 你是相信佛教 我沒有教信 但是呢 都有一個共同的 意念的 是 很多個呢 就是自己職利的 嗯 那些職埋呢 那些職埋呢 到其時呢 就發出來的了 嗯 就是說 病這樣 你慢慢 不是一時間 就懂得發病 是你累積很久 你的身體呢 然後 一陣子就爆了 一陣子爆出來 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你見我不是 我們現在不是分拆上市了 拿了 一部分 就是講健康 就是講生同飲食呢 不是分拆上市做了生同感受的嗎 是啊 我覺得挺好啊 我發覺呢 很有趣的 就是呢 其實事實上呢 在座聽著這個節目的人 我和你 所有會接觸到 OK 將來在YouTube上面 重溫的聽眾也好 什麼也好 其實所有接觸到的人 裡面 是有50%是會有癌症的 OK 這個是事實來的 是誤波的 但是呢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未有的人呢 總是覺得不關自己的事 總是呢 你講這些話的時候呢 他硬是覺得不關 和不會發生到我身上 但是呢 我一而再 再而三 已經講的呢 就是其實呢 癌細胞 是無時無刻在你身體裡面的 是呀 是你養他 還是你不養他 你養大他的 那你就是把自己 但是你不養他的 那你就是保住自己的命 現在對阿梁先生 超然的梁先生來說呢 是他上面養不養他 嗯 上面養他 就繼續丟住他的命 上面不要他了 就算不要你 都要你死得其所 都要你死得有價值 是為黨而犧牲 所以呢 所以我剛才跟你講的那個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現在生不如死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自己內心都知道 隨時這一件事 聽完這次忠實廷講的 解釋過這個法律 香港就行這樣的基本法 和這個我們經識的法律的基礎 是 他自己知道有沒有罪 如果他自己知道有 有問題呢 他只會找阿頂哥 和他改 是 如果不是做什麼 阿頂哥和他做事呢 是不是 如果他不怕 他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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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就是 他小小 有些心理上 不適合我 所以 叫阿頂哥 和他做了一些手腳 希望呢 在這個立法會裡過到骨 但是你過了一個骨 過不了第二個骨 過不了第二個骨 過第二個骨 過不了第三個骨 到頭來呢 葉呢 當然是脫身的 這些不能走掉的 是不是 就是只有葉脫身 你多厲害都走不掉的 到頭來呢 他做這些小動作呢 就是 譬如你說 之前呢 廉署一姐被動 是不是 接著 今次叫阿頂 去動她的 幫她修改她的 所謂的 不是判詞 但是你明白了 調查內容 其實這些呢 不是給我們聽的 說真的 他怎麼會care about 香港人 怎麼想 喂 不要教我這麼說 對了 他怎麼會理香港人怎麼想 做出來呢 是不想搞得太大件事 太肉酸 令到中央不得不關注 中央不得不做事嘛 是說給上面聽 就是說其實好小事 因為他覺得 喂我做得一個地區 香港的特首 就是 你大陸 隨便一個 一個市委書記 或者一個鄉 那個村長也好 那個鄉的委員也好 人家真是隨隨隨隨 床下底都幾千萬 他很少東西 五千萬 對他來說 我記得我看過 很多年前 可能是2000年頭 是說金屬省 一個鄉的市長 總之 還是鄉市 人很小的地方 最窮的國家 你想想 金屬 中國 你明明說上海北京 是金屬的 你印象中 那些人在吃樹皮 那些學生是沒有書 讀的地方 他都是被人一抄家 抄了五億出來 是 是啊 這個世界 中國最出名 就是 尖 這四個字 是 是 當年 歷史上 就算 是 這個 普普通通的貪官 都 一抄抄都不可憐 你記得乾隆王的時候 有個和心 是 是 這個和心 家慶抄他家的時候 當然 他的老爸得寵的 不是等於他 又會喜歡他 是啊 你知道 拿到的 抄到的東西 是等於的 那個 滿清每年的稅入 是幾倍 是啊 十幾年了 十幾倍 是啊 你想想 可以 貪污 貪到 是使得 多個國家的稅收 嗯 那你看到 這個 這個貪污情況 去到哪裏 中國人 這個貪污 真是 世界入的 堅尼斯 真的 是 是 那我 我見到 這個 黃金家鎖 這四個字 不極限 想想起一幅圖畫 嗯 這個少女呢 我覺得至少一百磅都不夠 很渺小的身材 是 但是呢 他身上 所穿戴的和金 真金來的 是 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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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真金白銀是在香港買的 因為香港的金真 是 可能重過他自己的身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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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真金白銀是在香港買的 因為香港的金真 他老爸和他家人怎能夠 購買到 這麼多黃金 拐在身上呢 這個 這個收入來源一定有些問題 嚇死我一會兒 見到黃金嚇死我 真是像一個所羅門寶床一樣 嚇到腳軟 你說這個貪污情況幾重呢 這位梁先生呢 他雖然沒有朋友 但是他周身多金 將來呢 我想不知多久 我看 我有生之年可能都見到的 有個報應呢 我都不敢 我都不說 驚奇 你一定見到 你一定會見到這個報應的 是吧 整個香港到時 真的不燒得炮獎 都會燒炮獎的了 那些人 是 不用去到新界的圍村裏面 煮雞雞燒 我想那些人呢 在家裡都會燒的了 整個蘭桂坊那些 開香檳那些 啾啾啾啾啾啾啾 那些呢 就周圍都是的了 即大家等那一天呢 等了太久 作業太多呢 Mac娃娃說 一個人作業太多 必遭天顯 因為其實 你說佛教恩果 很多人呢 就有懷疑 有question 就因為你說 過去世 今生 是不是 我過去世的東西 我不記得 我 怎麼知道 是不是真的呢 但你不要說這麼遠 因果 你不誇生世 你只是說今生 你縮短來看就行 你不會做任何的事 是完全沒有後果的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即是你殺人 你進去一間屋裡殺人 你自己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你會留下了頭髮 你留下了皮舌 紙毛 一定有些東西留下的 是呀 差在查案的那個人 有不夠細心去看得到的 是呀 對 你不會呢 你不會是會輕功的 飄進去 頭髮都不脫 皮都沒有快 掉出來的 一定有的 還有你想想 這次你這個梁先生 這位地位超然的梁先生 他做的事 是整個香港都知道的 是不是 中央政府怎麼會不知道呢 你現在還有用的時候 我就放你 繼續放你在這裡 你就死而後 以鞠躬盡碎 乾腦塗地 但是 到你的價值 一貶值 我不用說你沒有價值 你一貶值的時候 而你作出的犧牲 換來價值 可以更大的時候 那我就當然知道怎麼換 是啊 我剛才說的那個項目 就是 我覺得他比你更慘 為什麼呢 天天在害怕 不知道什麼時候 尤其是法官講完 這個中心情報 講完這個訊息之後 他聽了之後 真的有得震 沒得睡 他應該要著草的了 你走啊 你走啊 大哥 現在最近說走到台灣 台灣不理你 台灣分分鐘遞界 你回到大陸 你還要死 是啊 好啊好啊好啊 沒得躲 現在 沒得躲的了 現在私人世界 沒得躲 你個個都不容許參觀 要不然大陸 周生呢 都沒有啦 甚至自家相規 夾住在那裡 不能動 夾住在那裡 不能動 不過你剛才講到那個 宗教問題呢 在我來講呢 我呢 這個 這個 所謂 一可報應 這個 起碼有一個作用 我未必相信佛教的宗教官 但是我覺得它是有一個功能的 有一個社會功能的 有一個社會功能的 這個社會功能 起碼使到這個社會公義呢 有了憑力的 這個世界最好 都是要講個公義 公義最好會掌握在這個世界天然的天道裡面 或者佛道裡面 或者上海裡面 這些呢 永遠中呢 疏而不 是不會有任何選的 對呢 我比較樂觀些 就是覺得呢 即使是做到一個高級 國家領導級的 會受這個 就算不懲罰 現在心理上呢 都很困難 很辛苦 每天都不同 每天都不知道 明天 在下一個小時 會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 不過 但是它現在 它覺得它可以get away 那一刻 已經令到我們很不憤了 你明白嗎 即是 它將來 在最後是不是真的要pave 這件事 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我這一分鐘來了 如果我將每一分鐘拆開來看 我這一分鐘 我看不到公義 是 但是呢 這樣 它自己呢 這個人呢 始終是人 我相信呢 一定有一個良知 一個良心 當它晚上呢 對著自己一個人 心靈澄清的時候呢 都會知道呢 來日的苦難不遠了 快要來到了 就算自己怎樣慘悔 怎樣做回事件事 也不能夠抵上到呢 這個這樣的罪過 沒有得救了 你既然做到 所以死撐下去 撐下去 撐完之後呢 到頭來呢 給雙手被人扣著 上籌車的時候呢 大家看看呀 幾個公官都是頭呆呆的 不會說呢 覺得自己很英雄 覺得自己呢 是有型有格的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覺得呢 這個心理的陰影呢 害到它呢 真的會生癌症的 如果不是呢 我在這裏講明 如果那個梁山生癌症呢 我是絕對多少錢 我都不會煮給它吃 OK 我講得明白的了 不是煮就不煮給它吃 而呢 它自己應該 知道自己怎樣的樣子 是煮你自己 是煮了 好了 有時候呢 最近這個論壇呢 嗯 香港有 重磅級的人馬呢 去講喔 包括曾玉成老兄 是 是 大姐都幾個 是不是 還有李柱銘大律師 嗯 是啊 這樣講到香港 這些人的身份問題 嗯 嗯 我們又不妨呢 就 插隻腳去講講 一個各的講法 又 又等向我們的聽眾呢 又加一些意見 因為這個問題呢 很大爭議的 現在呢 搞這個論壇的意思呢 也是希望呢 在這個世代呢 就來轉老闆 轉這個 立正做老闆的時候呢 大家呢 重新溫一溫 香港人的身份問題 我先講一講聽眾的反應 剛剛呢 有一個 David 井 可能就是有聽我之前講 生酮 就是講癌和糖的關係呢 我一說梁先生 如果生癌症 無論多少錢 我都不會煮給他吃呢 然後 David 井那個反應 很好 他說加多些糖煮給他吃 這樣 那 OK 我覺得你這條方法好 我很喜歡 我現在收回我剛才那句話 如果梁先生 生癌症 我一定煮給他吃 我貼錢都煮給他吃 是不是 聽眾我們一起籌期好不好 我們就買精煉白砂糖 好不好 那些東西全部有這麼甜 得這麼甜 加糯米粉 然後那些叫做什麼 還有什麼呢 米啊 炒粉麵飯 還有麵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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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明不會煮的甜品 我會特意學來煮給他吃的 好不好 聽眾說好不好 嗯 給麥糖補身 哇 麥華華說得好 哎好 當然啦 對 對了 我剛才說錯了 你們才深水清 對 聽眾說得好 其實呢 有幾個資料 我看過 是 是 講白砂糖 就是現在他們在吃的 我們是扣咖啡 奶茶 那些白砂糖 是死得最快 是 是 本身 它最大的問題 不是那個糖分 而是 它的漂白裡面 那些物質 是 嗯 喂 次官是不是 是 在這裡 是 在這裡 是 是 是 除了白砂糖裡面的糖分之外呢 漂白的那些白質 都本身有問題呢 次官 我呢 我們不是有個角有角說的 是不是 但是呢 我那個叫做 不要笑一笑 小肥仔 我們有個 我的生酮感受 有個mini版的嘛 我本來還想著很正經地 找一天拍一條短片 解釋不同的糖 對身體的影響 那 你就想著全部都是甜的 有什麼分別呢 那我告訴你 大有分別 包括現在 幫我推薦麥的死肥仔 他懷有七八個月生幾 我就告訴你 你以為白砂糖最糟糕呢 我告訴你真的不是 在它上面還有一個 叫做multodextrin OK 不知道是什麼是不是 那當然不知道 因為正常人是不知道的 那你是正常人 你當然不知道 但我告訴你 這個呢 是來自什麼呢 這個是來自 就是 珍珠奶茶 OK 那些 那些 成份 抽出來 是 但是呢 最棒的是什麼呢 就是呢 我告訴你 這個multodextrin 是加入很多東西 包括你可能 你吃的那些維他命 或者那些什麼 營養補充 你明白我說的 藥丸那些 維他命藥丸 很多是加了那些東西 做一個填充劑 你知道嗎 是啊 我明白 它塞滿它 但是這個呢 所謂的GI impact 就是對你的血糖 那個血糖升糖值 它是110 OK 你白砂糖只有100 所以你想想你 那杯珍珠奶茶 你會多嚴重呢 行不行 明白嗎 所以呢 我又收回 我再說多一次 如果梁山不幸地 突然之間 有10隻癌病 在身體中出現的話 我第一個 自動拯鷹 我會用multodextrin 加上白砂糖 加上那個List上面 所有的糖 去餵他烹飲 很甜美的 一天十餐 令到他的胰臟很忙 不斷地分泌 胰島素出來 令到他的身體完全沒有機會 有一個字 叫做autophagy 明天 明晚 生酮 我就會講的了 OK 什麼叫做autophagy呢 就是 梁山如果我煮給他吃 他身體不會有這個功能 OK 太好了 我終於叫做為人民做了些事 好 說回我們這個題目裏面 現在很多人都出來講香港人的身份問題 你先說還是我先說 你當然先說 我還在陶醉在煮很多糖給梁山吃的畫面裏面 我還未出到回來 你不要這麼多 非正環上 不是正環上 非正環上 我看完曾主席 前主席的說法 他認為 國際都叫做成功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所站的立場不同 是 站的立場 所以有所謂成功失敗或者不成功 分了三段成功或者不成功或者失敗 都是三個形容的程度 首先我覺得什麼是一國兩制成功 到現在二十年7月1日快到了 我覺得起碼三權分立仍然很堅持 有些甩瓦有 但仍然很堅持 為什麼 因為我曾經聽過國內令部所說 叫三權合作 三權合作 我聽三權合作 這個合作這個字 我當時打了個冷陣 當時要用衛生巾來戰 因為在我們自小的生活裡都知道三權分立 三權制衡是一個現代人在社會生存的一種核心力量 即是說 不會使到有一個黨 或者有一個人 或者有一絕人 它包覽所有的權力 是 這叫暴政 暴政 暴政 在人類社會裡面曾經肆虐過幾千年 就算宗教 正教合一 那時候 大家都很虔誠的 崇拜他們的上帝 第一是暴政 為什麼呢 因為只要是異己 異教 為了異端 它便會受到迫害 是 你覺得會無關 是嗎 所以很多這些情況下 就是因為 有一個人 或者一個組織 或者有一堆人 一個黨派 它說了事 那一定是為了保障這個黨派 到這批人的利益而做 有時候有人反對 有人不同說法 都會受到株連 都會受到迫害 所以 智慧是想出三權分立 即行政、立法和司法 各有各的做它自己應罰的事 是不能合作的 一合作 就是一個準備專制的初步 所以 香港有沒有這個三權分立 是很重要的核心力量 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們還有一個三權分立的思想和人 我們香港市民仍然認為這樣對的話 是不能夠改變化 也不能夠變化成為三權合作的話 這個呢 一國兩制仍然有效 如果不是就是一國一制 什麼叫兩制呢 兩制就是有點不同的 上高仍然是要合作的 此官啊 知就不過呢 他們那個 那個叫做 試水溫 那個踏腳石 就落在現在高鐵那裡 是不是 是 為什麼它要搞 為什麼搞來搞去呢 到底是一地兩檢 還是兩地兩檢 為什麼它不斷 你見到 說真的 建制派要些什麼呢 你反對就對了 記住 OK 你不要管它的種子 裡面那個鹹蛋黃有多大隻 或者那個肥肉有多麼正 不要管 總之呢 它拿這些東西來 是換走你的靈魂的 大家留意一下 那 死肥仔 那那個 我想說什麼呢 就是 他們不斷說 要一地兩檢 又說它只不過 今天才看到 張炳良的貿易說什麼 他說 那些 大陸的執法人員 在香港高鐵 只不過是 在這裡 死了 我不知道是形式 還是什麼 啊 我真的崩潰 看到之後 你知道救命 你為什麼不行 因為那個地方是香港 一國兩制 而 supposed是兩制 如果你有大陸的執法人員 在香港執法的話 除非那塊地 是租了給大陸政府 OK 即是 等於香港 租這個 深圳灣 還是洛馬州 即是 你除非是租那個地方 否則你不可以 在一個地方裡面 兩個 supposed to 獨立自己的行政司法 的一個主權 的地方 而兩個不是兩個國家 是我們under他的 即為什麼他一定要做這件事 他不是就是模糊了邊界嗎 是 這個呢 在加拿大和美國 即是邊境裡面 尤其在加拿大這場裡面 就是一來兩點 但是你知道 這個美國老惡之惡 加拿大都沒有他扶 就是因為他負責了 成都加拿大那個邊防 這個邊防的任務 但是很多加拿大人 都不是很想這件事 我覺得 如果是一地兩檢 或者各有各檢 是原來沒有影響到國家 對香港的主權的行駛 也不會影響到這個 外境檢查這個制度 為什麼一定沒有影響 是沒有影響的 現在就在做 現在你回到廣州就是廣州檢 回到香港就是香港檢 都沒有所謂的 是一樣的 還一定要兩檢 亦不會覺得會快了 快了都沒有所謂 快慢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那他很明顯 他有其他項目 正如 我現在舉例 我要去深圳 我為什麼不在羅湖檢查 你深圳那關 剛剛 比如說 你過黃江 你要這麼煩 你要下兩次車 是不是 為什麼 為什麼我不在香港檢查 擺明是不行的 為什麼你又覺得 在香港要得 就是模糊了這個地域 就是間接 pronounce 一國兩制的意思 一地兩檢在黃江 香港上了去 在大陸檢查 為什麼不是這樣做呢 要在香港檢查 要上直通車 或者上火車 或者上火車 所以這個本身問題 是一個很濃厚的政治性 但是這個問題 現在執行得好 好像這麼久了 二十年都沒有事的 應該是有效 要做一個這樣的 去做一個那些不喜歡的人呢 你不喜歡的人 也不會說很喜歡的 有什麼所謂呢 其實到現在二十年都這樣 不知道二十年 之前都是這樣 都這樣 所以這個本身 有一個 我們英文有一個 有一個叫做 秘密的議程 是嗎 Secret agenda Secret agenda 是的 秘密的議程在後面 那如果被人感覺到 有秘密議程 就無謂了 是不是 不是 不是啊 它無得無謂啊 次官 它不是無謂 它很有謂 它擺明現在是 這個就是 霸王硬上弓 那你能夠怎麼樣 它現在就是 找一個理由 找一個藉口 走去 一個perfect excuse 就是等於 你當年 譬如你德國想打仗 它隨便找東西爭 找東西來講 隨便找一件事 你現在不給它 它就找另一個理由 我們香港隨便有一件事 亂 它又可以行使國安法 那你見到 葉劉 我上一集也有提到 葉劉說 你看澳門多好 澳門現在走了國安法之後 連半個橫琴都是它的 喂 大哥 真是 香港人不要啊 真是 香港這麼小 我們就OK的了 你不用給我們廣州 或者半個深圳給我們 真是麻煩你 這個呢 我就覺得 既然相關無事 就無謂搞事了 無謂做那麼多事了 除了有一個秘密議程 是不能夠自家趕命頂之外 否則呢 都真是 做你不愧嗎 我最奇怪就是這樣 為什麼這些人不是做生意呢 又不是有什麼上高利益的人 因為身為臟身為知名人士 仍然知道呢 有很多事情是不應該做 都去做呢 這件事呢 使得我呢 又是大話不解 很多事情都是不解的 這件事 譬如說 定國無謂為你做什麼要聽他講呢 還要講完之後呢 還要和他隱瞞 這樣無謂 這件事有影響自己那個 大狀的身份 好了 到你呢 知道了呢 那些投票成功了 不會去 日日會去聆訊了 居然和陳鶴帝 這兩位呢 拍手 keep me fun 這些 直接做出來就幼稚 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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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醜態的不露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呢 這手個高等教育的人呢 都會做出這樣的事 自己內心呢 都知道 哇 不是掛自己 為什麼 可以做出這樣的事 做出這樣的事 做給誰看呢 自己呢 問回自己的時候 自己都很慚愧了 應該 所以為什麼香港人這麼懷念 英治時代呢 英治時代其實 港督都不是民選的 是不是 那你簡直是有個帝制 雖然說是君主立憲而已 那你英女皇也好 他的代表 港督在香港都是絕對權力的 那問題是人家不會拿盡 人家不會用盡 人家知道什麼叫做 要克制 要自我約束 但是我們看到現在的香港 就是 食環署 就是 食環署 一元都要去拘捕 婆婆 人家沒有車 打回家 因為扣了人家的錢 然後現在那些 本來都懂得說人話的 接受高等教育的 大狀也好 議員也好 全部已經說了一些 白馬飛馬都不能夠形容到 他們的荒謬 你換了一個老闆 就已經差這麼遠了 真的 你叫香港人如何不懷念呢 人家很惆悵 因為人家很惆悵 你問我 我個人的意見 仍然是一個中國人 這個沒得咬的了 是不是這個政府 這個黨的中心呢 我相信不是這麼多個人 都是願意這樣做 尤其是沒有利益關係的 就不會這樣做 我經常講 你做什麼人都不要緊 做一個人最重要 你問我是什麼人 我就說我做一個人 什麼都不想做 想做好一個人 人自己有一個人格 有一個人的尊嚴 做好這個人 無論如何都是最重要的 我記得當年 希利特拉 從德國的時候 德國很多哲樂家 出的最多哲樂家 和最多科學家 很多反對希利特拉人 都逃亡走 最重要是因為他們想做一個人 都不是想做德國人 或者美國人 或者英國人 或者加拿大人 最重要是做一個人 不過身份就是 你要做一個人先 然後再講你是什麼國 什麼人 什麼種的人 這個就是我作為一個 香港人的身份 最重要的 第一步 做好自己 成為一個人先 那你看 我看 喂 次官 你差不多又斷斷地線 和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今晚做到這裡好嗎 喂 你今天全程裡 斷了多少次線 今天不是斷線 但是就是疾 我今天說一個無謂的事情 才想什麼 就是我今天有香港寬頻的 技術人員上來的 因為我家用香港寬頻 但是他幫我裝別的東西 就是幫我裝電視 但是他就說 哇 你的路線很慢 然後我就說 咦?是嗎? 你也覺得嗎? 他就說是呀 好覺得呀 然後我就說 是呀 我也覺得很慢 我明明那個路線在廳裡 但是我在房間裡 都可以 Wi-Fi變4G Wi-Fi有變4G 然後他就說 你這條線是1000MB 但是你的路線只能做到100MB 就這樣 好厲害 然後呢 你知道我的電腦白痴 超級電腦白痴 所以如果有聽眾 是認識電腦的 正常人都認識的 是我不認識的 那麼呢 告訴我怎樣做 然後我就去找我的 IT仔朋友 OK 我的IT仔朋友 就在那裡 扔一堆術語出來 拋我 然後就跟我說 他就說 router不是多少Mac的 是說他的什麼signal 不知道什麼 什麼iBip 不知道什麼 那些東西 然後呢 我就聽到 我想看他說什麼 讀給大家聽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跟次官做的 那條線 即是那部機器 在裡面 我的Whatsapp 總之呢 就被他拋完我一輪之後 我就說 阿哥 你不要跟我說 我沒有需要 沒有需要 換過router 我說我很需要 換過router 因為第一 剛剛那集 缺戰中環 歪了三次 第一 第二 就是我跟次官做 月陽 下下 就斷斷斷斷 也不知道 是因為我這面 還是因為次官那邊 但是不管了 總之呢 我就已經跟那個 香港歡憑哥哥的兒子說 我說 你幫我搞 可以 他說 我們有router的 有四百多到七百多元 那有什麼分別 他說其實 你四百多元就行了 我覺得他很老實 我說 是嗎四百多元就行了 他說可以了 四百多元 你都可以用到一千 一千Mac 他說 好啊好啊 換啊 今晚有空嗎 他說不行 但是我今天要跟次官做節目 那你不來幫我換就會斷 他說 但是我沒有機器新 那明天就換了 所以希望呢 下個星期六 我們是很順暢的 好嗎 好啊 我說 我在樓下做 我覺得呢 我聽到你的聲音 是好了很多的 但是中間有陣 我不知道 是 那我這個 我再用你的方法呢 找我老友去檢查 究竟現在我正在用這個router 是多少個mac 還有呢 他用到多少個成 那你然後呢 阿里巴有改善呢 大家都好 是不是 那次官 你等一會兒 我呢 我讀回 我聽眾 我按到出去了 我認識了 你看幾百次 我都說我真的是電腦白痴 是不是一般的白痴 是頂級白痴 你看一會兒 我想讀給大家聽 即是呢 爆血管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說 這個世界千萬不要有盲分瓦架 這件事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呢 如果呢 大吉利是呢 我是被人盲分瓦架 給我這個IT朋友呢 我是會 我儘管自殺 說真的 佛教徒是不可以自殺的 但是呢 我是會自殺的 如果對著他 OK 我讀給大家聽一下 好了 接著這個人呢 就說 一百meg很夠啦 因為我就播了 大家聽著我播給你們聽 真的 糟了 我會不會播錯呢 我先試試看 那條線是一千meg的 但是那圓圓最厲害的 支撐 一百meg 你們聽不聽到啊 聽不聽到啊 聽不到 不是 你先不要出聲 因為你出聲他就聽不到了 等一下 那條線是一千meg的 但是那圓圓最厲害的 支撐 一百meg 如果要換 就換一隻AC圓圓 OK 不要緊 然後總之就是那個 寬頻 那個寬頻的哥哥仔就說 那條線是一千meg的 但是你的圓圓圓只能支撐到一百meg 所以就換一個 接著這個人呢 我的ID朋友就跟我說 一百meg很夠啦 一百meg一般都用不完 二十都夠 行不行啊 大家是否想爆血管 你做聽眾的 是不是想爆血管 我 真的不明白 我給錢買 又不是要他出錢 他跟我說一百meg很夠 但明明我的寬頻是一千meg 接著那個二十meg都夠 好了 接著呢 他就說 signal的穩定性 是比起brand width 重要 我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接著呢 還串我 你根本搞不清楚 什麼叫做brand width 和signal穩定性的分別 這樣 接著呢 signal的穩定性 depends on EVI 這樣 再來 Anyways 厲害的router 自然穩定性高 dbib 和brand width 1000meg 和100meg 無關 聽眾你們認識的 你們認識 你們回答我 因為我就是崩潰了 接著我跟他說 我跟他說 我跟他說 我現在是要買一個router 你會不會告訴我 什麼牌子 我已經想說粗口了 我說你給我什麼牌子 我自己去灣仔電腦城買 我跟一條懵婆走進去 說你沒有這塊東西 有多少錢 給我一個可以嗎 這樣 然後回來看著她默奈 就死了 我怎麼插呢 這樣 接著呢 Mac娃娃就說 現在最少都500meg 這樣 一半什麼 怎會救阿米玩 這樣 唉 ok 如果你們這些人 做好他就算了 好嗎 下禮拜 阿蓮回來沒有 我不知道阿蓮可能在那邊 不知道是被一個英國仔 法國仔 什麼仔拐了 然後天天被人這麼失陪育 我不知道 總之我已經沒有了 我找不到他 但好笑 他查了訊息 他不回答 然後他看我們的節目 又不回覆我的訊息 總之我想他被人優禁了 我可能要報一個 去救回他 聽眾你們可不可以 發訊息給我呢 告訴我我今天買什麼款 如果明天 我不知道 香港寬頻的400多元 是不是應該裝呢 老老實實 我1000meg 是不應該這樣 不應該這樣 但是呢 網上直播100元 網上直播100元 不是很夠 我就知道 我跟那條粉腸說 他不理我嘛 你明不明白 他還要跟我說 說50 20meg都夠 你說我不是很生氣 我真是很生氣 你現在明明如何 我說如果盲分瓦架 我會死 OK 教我買哪一部 OK 我會再做多一點叫做 叫做 叫做 OK OK 再見 拜拜 明天聽我說 相同感情 拜拜